我们使用Arduino加Squatch2的时候 那我们的设备通常必须是 接上USB线 另外一边接在USB的插孔上面去 这个时候电脑才能跟Arduino沟通 那如果你要 不想那么浪费电的时候 Arduino本身是可以自行运作的 那我们就要把程式码 烧入到Arduino的板子里面去 烧进这个板子里面去 那Squatch2无法把程式码烧入进去 那么回来这里看一下我们基本的原理 比方说我们要 操作 红黄绿这个LED灯 假设我们要操作红黄绿LED灯的时候 那我们 需要的程式码大致上是这样 我们接上5号6号 还有9号的角位 那我们把569 设为1暂停 1秒然后设为0 这样它会达到闪烁的功能 那目前我这个是没有接上去的 所以不会有作用 那 如果你已经知道这样子相同的原理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 我们的最 原始的设计 就是 Arduino ID 上面 在EDU 2016里面 有帮大家 安装了Arduino ID 还有一个图形界面软体叫做AdoBlock 它会可以帮你自动的产生 你所需要的C语言程式码 你不用很费心的去 写程式码或者是key in程式码 第一个 你需要有一个回圈 因为Arduino是一个8位元的一个晶片 所以他只能执行单工的一个状况 无法执行多工这边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只要把什么 数位接角 我们用谁 5 5 然后数位接角 6 还一个数位接角 9 这个程式码是很接近的 你只要习惯 会操 操作了Squatch2之后 那我们会要用的 积木几乎就都一样 高 high就是1 那如果你要让它洗怎么样 就记得要把它点成什么 D 那记得中间一定要让它怎么样暂停一下 暂停在 Delay 1000毫秒就是1秒 1000毫秒就是1秒 那我们让它高又低 这样子你就完成了 我们的积木的 程式的 写法 那记得把它上传 你需要储存现在的设计就把它选择储存或另存新档 我们选择上传 那你回到 Aduno ID这边来 看一下它 很快的它这边就告诉你当Upload 它已经写完了 如果你不放心 这一个是测试 然后这是写入 好我们把Squash2关掉 事实上这是没有连线的 那么回到Aduno ID再回到我们的视讯镜头 这个时候我们的三颗LED灯 是 有 一亮一灭的 那如果怎么确定它有真实离线呢 好 那我们把USB线拔掉 它已经完全 里线 不亮 那USB线的头在这里 那我准备了一个 行动电源 我准备了一个行动电源 那我们把USB的线 接上行动电源 你会看到 这三颗LED灯又一样是持续的明灭 这样就可以完全不接在电脑上面 直接来运作 那Aduno所耗的电是相当少的 那在离线的时候或者你需要 离开电脑 有一些地方 电脑 无法 在旁边配置的时候 你可以采用离线的设计 那我们使用的是什么 有一个叫 AutoBlock 这个 使用AutoBlock 你可以 有图形化的积木 让你方便产生 我们要的什么 C语言的程式码 如果你看得懂程式码 也可以 实际上它这边就直接定位 569是什么 Output 输出 然后 569这是高 Delay停一秒 1000 1000毫秒 再低 再停1000毫秒 这样就是可以完成 离线的操作 这边 如果有个人认识 这个